人類最大的難題是什麼呢? 當你看到上述問題的時候 你馬上會想到什麼呢? 氣候變化?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 根據神的啟示 人類最致命的問題就是罪惡 什麼是罪呢? 根據某些神學家,罪是取代神 簡而言之,罪就是不以神為神 神對萬物都有計劃 此外,祂為萬物定下了標準 如果人的思想、意志或者行為 和神所啟示的話語不一致,那就是罪了 同樣,犯罪的後果是致命的 罪會換來靈性死亡 意思就是和神分離 罪也導致身體死亡 第三個影響是人類不斷犯罪 人類的前途一片暗淡 但感謝耶穌基督 祂已經為所有的人提供了救贖 讓我們思考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節到二十一節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事者 向他夢中顯然說 大衛的子孫若失,不要怕 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他所懷的人是從聖令來的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 所以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屋裡救出來 請你向神提問 親愛的耶穌基督,你能幫助我向別人 傳說你的救世信息嗎? 請你實踐術學的真理 祈禱你有機會來傳說 耶穌基督的拯救信息 請向別人宣告你的經驗知識 請和基督徒分享你的福音工作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